护士小伙伴们,你们开始上夜班了吗? 独立上夜班,意味着对一名护士能力的肯定。 其实,我们护士未去上夜班,不仅仅是因为熬夜的痛苦,更多的应该是一个人面对突发状况时的紧张和恐惧吧。 我们都清楚,晚上,是急证多八的时间,小便采访了科室里的骨盖护士,请教了他们作为刚毕业的护士,怎样独立上夜班的问题。 这群骨盖护士告诉小便,要上好夜班,务必要做到这几点。 做好查房工作,上夜班的时候,护士必须要查房的,且查房的频率和细心程度,都要比白班更高一点。 因为好多症状因为病人熟睡而不易发现,所以,夜班护士查房的时候,就要特别注意了。 比如说,有些病人明显地过紧了被子,有些病人明显地呼吸不过来,有些病人睡不安了总是躁动的。 这些问题你都要去看一下,必要的时候请教医生解决问题。 遵循医嘱工作,夜班有起要严格遵守医嘱,一般来说,夜间好多病人是没有用药的。 主要易监测为主,有些护士会对这些医嘱稍有松懈。 这种念头是千万不要有的。 医生既然下了医嘱,说明病人需要这样的合护理。 再加上夜班只有一个人,你稍有松懈,就可能量成大错。 熟记急诊常识,每个科室应该都会培训新人该科室常见的急诊救护措施。 你要知道你们科室里常见的急诊和救护措施。 熟记救护车,急救用药,呼吸机,气囊等的摆放位置和用法。 但真正遇到夜班急诊是才会不慌张。 在这里,小便也整理了一些夜间急诊常见的诊断。 和大家分享一下。 一、住院卧床患者起床后突发呼吸困难, 胸痛或呼吸心跳骤停, 需高度怀疑被动脑血栓栓刺。 二、机械通缉患者突发痒和下降,呼吸困难。 尤其在嗓咳,吸盘后需高度怀疑气胸,因情况紧急。 可行是穿抽气。 三、老年患者的长穿口,急性腹膜也完全可能无腹痛, 腹肌紧张,腹部压通,血向身高等表现。 这段性腹穿往往能发现此类患者休克的原因。 四、中老年病人,高血压病时,突发头晕下重, 四肢激励及肌张力正常,不一定就是单纯血压升高, 也可能发生了枪细性脑梗,千万不要开点降压压就放病人走了。 五、定位不明确的腹痛,即使五百壮腹,如半肠明硬消失, 高度考虑胃肠穿孔。 六、百三十五岁以上,上腹部以上疼痛不适的, 军阴做心电图,女性绝经后,已有血。 七、对呼吸困难,呼吸不快,肥腹梅罗因,呼吸香梅延长, 深知不清的患者,不能排除哮喘, 一定要问及家属有没有哮喘病史,有可能是中症哮喘。 八、肤痛病人,肾气口痛, 臂超提示结识的病人,能想当然就是肾脚痛, 有时很有可能是懒尾炎,一线炎或其他疾病, 要注意观察排除其他疾病,检查最好多做。 九、血运、头昏、头痛, 晕着见比较明确。 血运、集体对于空间关系, 得定向感觉障碍或平衡感觉障碍, 表现未突发性的自身或外物按一定方向的旋转, 浮沉、漂移或搬滚感。 头昏,以头脑昏昏沉沉不清晰感为主, 头昏,间歇性或持续性的头重脚轻和腰光不稳定感。 晕觉,突然发作,意识丧失时间段, 不能维持正常姿势或倒地, 在短时间内恢复。 身、疾腹症的病人,若先发热或呕吐, 然后才出现腹痛,一般不符合急性蓝尾炎。 蓝尾炎症状往往按下列次时出现, 其中或中上腹部疼痛、恶心、呕吐, 腹痛转移或集中在右下腹, 右下腹明显压痛、体温升高、 白细胞分高也和左翼现象。 十一,女性患者, 如出现急性腹痛, 除前面多位家友提到了的药液HCGY, 还要问问问白带情况, 如果有发热白带增多, 形性状改变, 意味,需考虑急性腾腔也可能。 十二,关心病患者突然出现胸脑气粗, 不能紧紧往左肩栓方面想, 要留意气胸, 注意栓肺呼吸因变化。 十三, 腹痛患者常规查鸟液奔西, 要想到糖尿病同症所致腹痛可能。 十四, 腹痛急诊, 以手舞复者, 考虑外科性腹痛, 腹痛急诊, 以手压复者考虑内科性腹痛。 十五, 有糖尿病时, 不宁愿因昏迷者, 城市患者首先排除低血糖, 农村患者首先排除高肾性昏迷或同症酸中毒, 前者经济条件较好, 多长期服药, 后者经济较差, 肠胃用药。 十六, 不明原因反应迟症等的老年患者, 首先排除脑血管意外, 其次排除胃部感染。 十七, 年轻女性情绪变化后大声呼叫呼吸困难者, 首先排除过度通气综合征。 十八, 查看心电图时, 先看心率而非心率。 十九, 胸痛渐别诊断, 中暗严重性, 紧急心和愈后考坏排序, 排在最前的几个病种时, 主动耐加层流破裂, 急性大面积性梗, 分大血管刷色, 张力性气胸, 急性腺包甜色, 隔膳, 胸部肿瘤, 另外注意腹部割下病变导致胸痛的病变。 二十, 无法热病人, 出现麻痹和瘫症状, 不万有感觉改变, 直直肉毒感军中毒。 二十一, 对于出血的病人首先止血, 这比补充失血量更重要, 谨慎输血。 二十二, 高血糖高肾综合症的患者, 要在充分容量复苏之后, 才能定用胰岛素, 了解夜班信息, 直夜班的时候, 我们要对夜班信息有所了解, 和哪个医生搭班, 当遇到急症时, 这个医生处理不了又该找谁, 医生有事外出, 今晚还有哪个医生在值班, 又是哪个护士长值总班, 这些夜班信息你一定要熟记, 还要保证能叫得过来, 千万不要遇到事情了, 打了好几个电话, 叫天不应叫得不灵道, 这对于我们来讲是大忌, 对于护士来讲, 上夜班是肯定要卖得一道坎, 身体和心理上都, 做好充足的准备, 才能踏上征程, 只有做好这几点, 才能保证夜班安稳度过, 赶紧收藏吧, 更多学习技巧, 请关注护理考试研究中心, WX工程中心号, 恢复学习技巧,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, 请不吝点赞,